大家好 歡迎收看8月18日發一發的司機金鐘直播 你好 大家好 我看到Likeo是第一個留言 2331萬里0 厲害 先揮手 先做政經事 報一報司機金單位價格8月16日141.2884 結果都不是很容易捱一些 昨天下午大家跌到心都涵了 昨天已出了7月份的月份,我特别再提一提 大家可以看看拿着什么Top10 7月份,太小了,看不到 都是SunGlow、零德时代 今天一只乖乖,一只不太聪明了 幸好有点理念一顶 大家有兴趣看一看,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 留言问一下我们 好,接着呢,讲一下整体 今天的市场好似好 不过看昨天大家都没了心机 其实某程度,今年我觉得有点难打过2018年 因为今次的沽压比当年更加强劲 虽然2018年也不是容易 不过说真的,当日全世界都一样 现在唯独是港股 这边特别难打 所以你看到外国有沽 沽不停手 国内同胞就算买了 都是买回A股算 港股也是再次做了孤儿仔 而同时间,政策好像也不停 昨天也有说过那些互联网竞争 数据等等 今天有新东西 每天都有新东西 所以他们都很忙 今天是说什么呢? 这个真是惨 合理调节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及企业 更多回报社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习主席亲自下命令 简单来说 你们过往风流化核 现在就要为国捐区 所以不要说到这么严重 不过在这件事上 似乎大家都收到个讯息 在追逐回报、追逐盈利的同时 就要畅通向上的流动通道 或者其他人创造一下 那是不是共产一点呢? 整体来说 你问我呢 这件事其实是不反对的 一个政府也是有这样的道德任务 有些人就比较幸福一些 有些人就比较没那么幸福 我们适当地调节一下 大家交开税都明白 为什么无端端要交税 我赚到钱 那你也是要帮助社会 其他有需要的人士或角色 那问题就是 我想大家都明白 最重要是如何执行 如何执行才是最重要的 究竟是你好像校外培训的执行 还是有些更加大家容易適应的方法 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 当然实际上 大家现在保命为先 我们股票当然大家沽了也算了 企业不能直接沽 那些股票又怎么办呢? 那简单些 沽不到就买给阿爷 昨天其实已经有第一单 就是关于节节跳动下的一间子公司 根据一些媒体说 就买给阿爷 那虽然其实比例就不太高 那今天还有一间就是微博 那两间都说其他子公司买少少给阿爷 那究竟这件事怎样解读呢? 第一就是是否卖少少 就可以变成了投城之后就有运闲一点 就不敢说 或者回来说下一步又怎样呢? 就是1%好像很象征式 有和没有的分别是不是很大? 如果你要听话的话 那阿爷说什么你都要听话 就不需要拿着股票 那你说真的要拿着股票的含义在哪里? 就是明不正,則言不诚 那你拿着股票就可以进入到 譬如说那个倒市会 是不是这些东西又会好些呢? 不过无论如何 都似乎都是这样的 短线大家做这个方法 希望就可能避过少少监管 或者其他政策相关的隐忧 配合一下国家的方向 不过说真的去到最基本的问题 这些所谓民企又国企化了之后 中长期会不会又产生一些 过往我们见到国企的不好的地方呢? 包括是效率,包括是资源的投放等等 不过现在都是那句了 正所谓人无远累就必有近优 现在大家不要说10年之后 公司会发展成什么 现在只留下来 看明年见不见到大家 可能很多国内企业 其实现在面具的问题 比大家想象中都严重的 所以大家的形势 大家都是没什么可以搞的 当然 讲一讲美股 有些人想问 虽然我的比例不是美股专家 不过昨天开始下跌 前一天已经开始有些调整 不过两个市场 不过昨天市场是回一回的 当然 幅度是回不到1% 不过在美股来说的算是很夸张 讲过来说的算是很简单的事情 问题是经济数据 有些经济数据也是有少少miss的 昨天主要有retail sales 大家会关注retail sales 你会看到 基本上大家估计是跌少少 这是按月的 按年都只是说了十多% 这是按月的 7月对比6月就跌了少少 本身跌了0.3% 结果就高一点 大家又开始害怕 因为不是一个data point 大家开始担心经济的压力 其实说真的 美国本身都出烟了 过去十几个月 好像黄金时代 什么都涨得很厉害 开始有少少是否pick off了 所以之前为什么近期有人担心 我昨天也说过 就是担心滞胀的风险 其实就是这个上星期 那个蜜资金指数 都是miss的挺厉害的 大家都害怕的 大家就说 这些钱的效果 包括是派钱 或者是真的fiscal policy monitor policy 是不是去到一个极限 即是未来再做 只会推高 即所谓滞进 就是这样的意思 推高价格 但是对实体的经济活动 没有什么刺激的作用 那些人仍然在失业 仍然没有什么生意做 这个大家就开始害怕 实际上这些事情 是不是这么陪伴呢 这个经济差 这两个data point 好像转弱了一点 不过有时都不能放得太大 不过大家都是一路观察住 如果你看一下 价格是否真的没有跌 即是通胀压力是否很强劲 通胀压力 之前也说过 不是看Yield 即是看Big Even Range 通胀压力也没有跌下去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经济不行 实际利率是不能升 但是你看到Big Even Rate 即是通胀过期 其实没有跌下去 所以两者加上 就是为什么市场的部分人 都开始越来越担心 这个Big Even Rate 对于未来的价格的期望 其实也是高的 但价格又开始凉凉的 如果再收到水 大家就会怕凉凉的 不过其实整体的图像 是否真的很迈向Statvation 但如果Statvation的话 你的Commodity 应该是有向上的动力大一点 但你看到近期的油价 也不算特别好 不过这个就反映了需求 可能开始凉凉的 7月就叫高位 铜也是更加早建了高位 铜就是5月就看到了 所以你看到就算比较特别 刚刚DU开始移动 其实Cover也没有跟 所以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现在都是猜猜猜 唯一可以说一下就是 真是看看我自己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看下来两天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例如说联储局 大家看看 究竟大家对他们的十几个委员 十八个委员当中 对收水的部分是怎样的 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 在公开场合各自有表述 其实似乎大家接受收水的说法 越来越多 大家当然要看下 实际上他们除了公开场合 真的在正式会议里面说过 那些什么 这个大家又是去玩这个 鼓领咒的游戏 但是实际上 Drop data是比较重要的 似乎我的解读也是 联储局也是 如果某程度的市场 即市场的情况明显改善 或者工资明显上升 其实应该收水的 机会率就应该是比较大 因为现在他们都是看着做人 通胀那些似乎他们都不是 primary objective 我觉得今年很明显 他们给市场的讯息是这样 好 最后说一点点即市 即市 我觉得昨天大家是 扔白毛巾 头晒行 两个星期前的形势很相似 港股已经很弱 A股再放下去 港股又拉下去 结果今天 即使你们说 好像停返少少 说真的 很明显都没有什么人炒底 所以 你见到 腾讯今早都想 移动一下 但结果都是 没什么惊喜 美团可以康复少少 但这些我觉得很难捕捉 当然你说腾讯可能要出业绩 所以大家都害怕 宁愿买一些出了业绩 因为这段也是业绩期 如果对港股仍然有参与 如果对港股仍然有些参与 大家都是找一些 可能出业绩 或者一些guidance 会比较好的 就稳定一点 例如大家说 李宁 他说到信心十足 那天听完阿桑 跟大家报告下 都会感觉到 这间公司认识到很上升 那就OK了 就算计算不成功 你讲一讲 讲得上升 市场都会修复一下 例如有些新意 另外一些业绩交不到 你看到一只next tier 今天就放下去 这段时间 可能大家都找些出现业绩的 可能觉得稳定一点 再跟一下 你见到 形势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不过 如果你看天亮日各个专家 看得这么淡 所以有时短线都可以 contrarian一下 但应该就不要太过 太过蠢随着 因为这些真的会输死人 OK 好 讲完 整体的 阿桑和Kelvin 都可以有个别公司的资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是先出动了 阿桑 先出动了 阿桑 OK 交个时间 交个咪给阿桑 阿桑 谢谢阿桑 阿桑 阿桑 我昨晚就出了业绩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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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月的结果 其实做得非常好 所有东西都被碰到 这里可以很简单 去讲一讲 究竟里面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大家看得到 整体的上线 你看到公司的公司 都报告了 2.3 billion 其实亦是159% 亦是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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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甚至的 从第二季 2020Q3从第一季地2021 刚开始 Heather揭到 0146% 和ύ何亦 vai 从第2季 从icional data Gital Entertainment, 即是他們做遊戲的位置, 也比得很厲害, 尤其是在預算上 可以簡單地再說, 另外一件事就是GP的margin, 你看到GP的margin其實都記錄到41%, 其實以往都未試過去到四至頭, 今次都起碼去到 這件事也是, 如果Bloomberg的Estimate, 其實也算是38-39%左右, 其實都是2%的Point increase, 也都是AboveEstimate 所以其實這件事也是值得去留意, 如果我們再去看它BySegment去看, 其實這間公司有提到它Digital Entertainment的位置, 其實是約1.2 billion的預測, 其實也是AboveEst Morgan的預測, 大約是800 million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本身, 大家知道這間公司有自己自己自發展的遊戲, 就是Free Fire 最主要是FPS category, 即是他們那些第一人稱射擊類的遊戲, 其實跟PUBG很相似, 但因為他們主打都是相當於東南亞, 或是印度, 南美洲這些市場的一款遊戲 其實它在5月的時候, 其實Free Fire就有一個叫World Series的遊戲, 其實也是打遊戲, 其實這個也吸引到很多不同的人去參加 其實那裡已經是去到有500萬的Concurrent Viewer, 這個也是他們這間公司本身已經是歷史上首次去做到這件事, 也都是可以推高到他們那個Free Fire 而是他們的engagement和Stickiness,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Free Fire現在開始在第一個季度的時候, 其實已經陸陸陸續滲透在美國這個地區 美國地區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計算in terms of Grossing的話, 其實Free Fire已經是連續兩個季度排第一, 已經是Overtook了這個PUBG Mobile 所以這件事也是為何它在第二個季度的時候, 那個Digital Entertainment的位置會必須這麼多,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就是其實它那個Active User和Paying User上面, 你會見到其實那個Quality Paying User 其實那個升幅其實是比這個Quality Paying User更快 所以其實這意味著就是, 因為你玩得Free Fire這些, 其實是遊戲免費的 但是你最主要的那個便演距道就是In-net Purchase, 就是你買的Skin 因為剛剛提到就是那個World Series, 其實已經推出了很多不同新款的產品, 去engage你去買多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証明為什麼Quality Paying User會不會這麼快 而且如果你計算它的Paying Ratio, 就是你的Paying User, 取回Overt的Active User的話 其實已經是Record High了, 去到12.7% 以前你對比同期, 第二季度20的話, 其實都是約10%左右 這個也是值得大家去參考的, 而且第一季度也是12% 所以其實0.7%的Point Increase, 如果你大季度去看的話 Digital Entertainment 最主要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回E-Commerce, 因為E-Commerce 整體的 Revenue, 其實是In-line 但是你看到, 如果是GNV和Number of Order去看, 其實GNV就應該是 整體是In-line, 但 Order上面其實是 slightly beat了 這裏就說是大約1.4B的Order, 但其實Morgan他們之前的Estimate 其實是大約1.2B, 所以其實意味著Shoppy 他們的App, Recommendation Feed的位置 其實它的Target的準性度也是高了, 這方面也是值得去留意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Sea這間公司 其實最主要的Cash Cow, 其實就是在它的遊戲裏 反而變相, 他們的E-Commerce其實就是在虧錢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它的EBITAL Margin 因為它的EBITAL Margin, 如果是Absolute Amount, 其實就虧了 但是如果你計算Margin, 以往其實就大約-69%, 如果你只看e-commerce的位置 那現在其實已經收集到大約-49%左右 最主要其實就是因為 如果你賣著GRAPHE去看, 馬來西亞是Shoppy的第二大範圍 最主要的第一大, 應該是台灣, 台灣的EBITAL已經是更正的 那馬來西亞已經在第二季度, 第二個地方已經更正的 所以這件事也是解釋到為什麼這個Marchin上面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收集 這件事也是管理上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情況 另外第三件事最後, 其實就是說公司提供了他們的Full Year的Gridance 不論是在遊戲的booking上面, 還是e-commerce的revenue side 其實之前就是4.3至4.5B, 如果計算booking的話 其實提供了大概是4-5%左右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個, 至少是一個positive的情況 最後其實如果是從一個valuation的perspective來看, 因為這間公司未賺錢 所以如果你計算2022年forward的PS的話, 其實就trade10-11倍左右 但因為你考慮到剛剛那間公司, 其實也有第一個race的guidance 第二就是它那個topline, 就是2021的revenue growth 其實也是支持到暫時這個valuation 所以就變相都蠻positive的, 甚至是接下來他也有說到在self-developed game上 都會有一些的突破, 這裡可以再看看他會繼續有什麼update 之後可以再給大家聽聽 OK, 麻煩你, 現在看業績或強股, 好像好處一點 說一些業績好像guidance差一點, 但Kelvin也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整個車的industry都有些inside 交給你,Kelvin Nixier 主要是做一些轉向系統 汽車零部件 汽車零部件的公司, 都可以cost check 整個汽車行業的情況 其實它的業績就是, 如果對比上去年上半年, 一定會有增長 但是如果看上去年下半年的話, 它反而是growth是下跌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 主要應該是跟第二季的order的情況 是因為那些supply chain的問題, 都有影響到業績 其實整體來說, 通常看這間都會看他們的backlock 你看到其實第二季 應該在下面 你看到backlock 其實都沒有什麼動作 去到剛剛六月尾的時候 所以就見到那個order的情況, 就不是真的去得那麼快 這個佔備都是這個轉向系統為主 其中我覺得今天 那個股價 即是股價跌了 其中就是因為 它沒什麼驚喜 就是聽完conference call 還有它也在說 那個下半年的supply 方面的情況, 就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會有很大影響 下半年 我稍後會說一下 這一下就擺明就是 之前拜登說要搞 電動車 然後大家就 很興奮 因為 因為next year就有很多那些卡車的預訂 電動卡車 然後就想Tesla 然後就 然後就 剛剛這個call 其實它也有略略說 但是都沒有 沒有comment 究竟Tesla那邊的談得如何 但是也有說 接下來會繼續談EV的合作 剛才說到就是 先說回業績 其實整體 你看到它下面這裡有說 你看到也有很多 EV的合作 如果你自己看我的presentation 我其實都想說業績 就是 你看到 2nd quarter 即是 整個 1st half 對比上年的下半年 那個supply情況 你看到 OEM的生產 是 跌了 然後 如果你 看 看它的銷售方面 其實它管理層就覺得是OK的 因為它們那個銷售 對比整個market 都是叫outperformed 但是 你看到都是跌的 如果對比上年下半年 即是無論是美國、亞洲、東南亞、東南亞那些都是跌的 那 跟著下去 其中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大家在說下半年 即是它很擔心下半年 那個supply和 成本的上升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看到 就是炒到很興奮的 那些 logistics 那就是 因為它 它也有說 那些 找不到container 以及 那些 transportation 那些cost 都在升 所以 所以接下來下半年都會繼續有影響 你看到其實 因為它都是 美金都 升了 其實supposed是幫到一點 但是你看到 就是那個opax 都是蓋不到的 就是那個fx的升幅 那另外 另一件事就是 那些commodities 即是那些鋼的那些價 那按鈕就 停了一點點 但是 都繼續有影響 那跟著 另外就 其他一些 短期一點的 可能跟它的 一些staff的incentive 的scheme有關 那所以下半年就是 大家都 即是它都在說 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 challenge 那所以 就是下半年 雖然你說 它 接下來的那些 backlog 可以 有 就是 今年上半年 就有15個program 就是全年可以有40個program 那 接下來下半年可能還有10多個是在亞洲那邊來的 但是 就是你 backlog還backlog 你那個業績 下半年就可能不會 真的沒有那麼好 真的沒有那麼好 那 接下來就 就是要看 就是看業績 真的是那些 earnings impact 可能真的要看下年 所以大家 今天就 就是 可能 顧一顧先 看到它 就是 因為下半年沒有了景氣 那這樣就先等下 那 你看到其實它這裏都有說 就是 就是 它那些 因為 OEM的支援影響 其實它 那些volume 那些volume mix 和價 都是因為這樣有一個impact 那 如果側面這樣看 其實整體來說就是 但是 next year的story 其實 因為 大家都推這個電動車 2030年要去ICE 所以 那些的OEM 就是它的客人 可能那些的投資 都會去了做EV 所以 那些傳統車的 Model 那些Design 可能可以用久一點 這個是第一個story 第二個story就是 但是 那接下來多了EV 那它EV那些 零部件 相對 貴一些 因為它們追求 一些 高一點的能量 還有 大家經常說的那些扭力 要強一點 所以 它做這些轉向系統 就很受惠 但是 剛才說過 就是那個業績問題 就是 你看到它有很多order的 可以繼續 它都看到那個demand是強的 但是就什麼時候可以兌現到呢 那就要 至少最快 應該 第四季尾 可能 所以 整體的情況 你看到整個汽車行業都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有哪些 真的出來 那個的 業績 兌現可以是有一點驚喜的 那些公司就會好一點點 整體來說就是 OK 謝謝Kelvin 大家參考一下 不過我們就沒有拿著 就是MixT 不過 每街多一點 整個汽車行業都是好的 直接跳去答問題 好 先回答留言區 Bernie就說 太遲了 先回答 下次早點 不好意思 接著 Luis T 我發覺他都很喜歡問Ada 你問一下 一個 旺雲董事長 昨天出來評擊 摩根沒知識 所以現在是資本市場 或者 業內人士 對呢 我想他對自己的股價 就不是很滿意 因為高位跌下來 全部都是高位跌下來的 其實他的結論跟Morgan的結論都很相似的 雖然Morgan是 降低了 D memory 但其實他主要都是降低了D RAM 對於Morgan的 對於Morgan的公司 對於Morgan的公司 主要是降低了Northlash 在記憶上 其實Morgan是覺得Northlash已經比較好 所以 所以跟這個老闆的觀感是差不多 因為他也說 你不能把我們和DRAM攬在一起說 我們比較好 其實摩根也是這樣的觀感 所以他們的觀感也不太差 好 勞駕 謝謝 好 接著就 Ben Chow 說好 最多可以100%現金 這個小禮這麼差 會不會加現金 有啊 其實現在整體倉位6成左右 然後港股其實是4成左右 差不多 Dolophy 說 我問了幾個都蠻詳細的問題 我也蠻喜歡他 蠻好 很詳細的 阿珊昨天解答過 希望他對你有幫助 然後 第二個留言 除了Thomas發夢 Tolophy也有發夢 去司機金建功 就 浮得即場給了一間上市公司連報 叫分析不懂得 不如我尷尬到寫了 當年我在舊舖建功也是這樣的 我還記得 他給我那間 好一點的 好像是 給了24小時 準備 叫我見工之前 那天 叫我看那間 還沒有這間公司 我當日 20年前 是否已經沒有了 還沒有 很熱情 應該我當年就是看這間公司 沒錯 二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 當年我在 為你的建工 建工那天叫我 分析一下 那間公司 但當年 很多人問 我的同事都問當年 當年的東西簡單很多 當年的東西不去PV 看看你 可以分析得回 但當年其實真的變化了很多 以前的PV又便宜些 然後以前的Earnings Growth 也好些 即5倍PV 20% 好 不好意思 炸開的話 那 分析公司也重要 不懂得回答也不重要 那你見工吧 WhatsApp 留言區 發出一些ID來 OK 多謝你先說 接著就說 美國要求停止 在美國就是江濤大陸 股票只是其他地方 所以那些VIE大家知道是什麼 因為很多行業 它不能直接把公司 英國上市 就把它 把運運和分紅 就拆開了 那些VIE 就是現在很多中概股 上市的模式 現在都擺明充你玩 這些只是技術 中面跌到偶 其實國內的消費股 我覺得是很弱的 中面 中面的原因當然因為國內疫情 和旅遊消費都差一點 但整體消費股都是弱的 是矛盾的 其他比較大的消費股 金龍椅 金龍椅是因為業績不太好 所以我曾經認為有關山 那應該是很弱的 消費股其實是很弱的 除了說真的只有Squad Square 是比較好主要的 其他我的中心 是未來的 大家科技股都知道 有一台消費股是很弱的 OK 好 我答案即時解釋 好 啟沖阿八博 今天開紅酒貴手區 即是Like我 是否還可以買了 XD 或者買了一些利益 我們早前去買 XD 蔡芬強 Oscar在金仔州分析得有道理 以合中央學 都最近開出兩個概念 學習德國重製造興虛而 實質量出大鏈鋼 我喜歡國內同胞最直接 現在是大鏈鋼的年代 所以就是社虛無實 大家買了高端製造 買新人員 做車 做太陽銀 怎樣看法680月貨呢 雖然老闆喜歡買3300 搭法680也不斷回購 過10月後 就回購了很多 不斷回購的 3300 人們太乾 也很強 法680 理論上 佛派玻璃可以 不過今天似乎的重點 是太陽銀玻璃 因為太陽銀玻璃 競爭 競爭有得家教 你看見佛派加斯 CMC 不過其實法680 本來本來洗得不錯 都是炒一些佛派玻璃 很厲害 很厲害 Tradeless 還說了 有410的盈利 來自太陽銀 而且7玻璃 他們估計較貴 大約23倍 假如20倍 太陽銀和MT 我覺得他們7倍都算合理 對 對 其實 其實他也是 Gelen的佛派玻璃 很厲害 所以這次也很厲害 但Bustle也壞了很多 接著就問175G 你有沒有快 comment 好像錯過了 剛剛開咪前 等一等 是錯過的 我還沒看 因為我沒有拿著 我看看M.G幾間一呎 M.G幾間一呎 M.G幾間一呎 就看8% 跟Extra損一倍 車價值不斷, 所以就是了 減少, 車價更加 公車平時, 車價值不斷 價值不斷, 印象和機率都不大 接著是, 市場上點 損 played in a minute, 但也沒有人走 請問好的在網絡安全概念中, 最適合編正? 美國就是幾隻包裝 因為用外的卡片 但反股好像沒有什麼 秋水堡墊 咟他們在香港,香港是地區,能建立嗎? 柱墊是否是信義堡炒炒炒炒炒炸 主要是新高 新高今天就很大 但昨天很硬 昨天就不見了,因為很強 所以拉我了 而且新高 而且這個很差,很弱 不過我之前也有太多 就想衝散我了 不過儲電其實早幾天都倒閉得蠻厲害的 Allowance問,當歸送達有沒有10億更新 就沒有,上次Calvin更新,7億更差 阿強,你建議直播時間到12.15,不用等太久 好,怎樣做,其實是我的問題,不好意思 十大一隻美股都沒有,真是打號得完 好,讓你打一下,記得那麼好,我支持我們 SD昨天有沒有加?有更加,加到業績,股價也好 可以加一下,有些方向就加一下 自動駕駛相關的網絡安全和深信復這些傳統網絡 看看,自動駕駛相關的網絡安全和深信復這些傳統網絡 有什麼不同? Ada,你不要幫我解釋 不要緊,我先回答下一條 Ada,我先回答 接著就,現在遲過六成幾 接著就,支持高股值,港股市方法買股票 例如,凌亦死一些,真是累死很多人 是時候思考股票集資源義,化席投資不足 每個時候,每個周期都有些股票好一點,有些股票差一點 Ada,想回答我 有功電話跟大家做活動 就是有的話提出公訂的行業 receiving catalog的行業 是不是做了在汽車裡面 汽車裡面有網絡安全的行業 網絡安全的就像傳統一些Gateway那些安全 即是兩樣東西 有些地方可能會有 好 接著Able又看一看我的訪問 放心我日日接到的提示 阿Keele說 騰訊被爺爺弄得沒有海的競爭力 是最大 撤少比獎 希望不像騰子和賭子的範圍 接著 阿Keef 你聽不懂 大家聽不懂 不要緊 先說一下 我靠近一點 讓大家聽清楚 接著就說DQ 放688303 DQ 放688303 對 OK 好 他就說DQ 美國當然不好 接著Share price performance PE 差很遠 有甚麼評論 很簡單 一個是美股拿裝 一個是國內同胞拿裝 水源不同 所以就不同 Investor switch back to Asia 是不行的 第一 他們不是同一間公司 這間大傳能源是紙公司 即美國的DQ 上市那隻DQ 是拿著這隻東西的 就不是同一間公司 沒錯 就是這樣 這隻就是DQ 拿著它 很多公司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包括金龍魚 難道拿新加坡那隻的地篷計算一下 都不適合數 OK 不同市場比不同公司的估值 就是不同的 問問香港有甚麼網絡安全股票 應該沒那麼快 為甚麼跟整個sector都很弱 我覺得跟個別公司沒那麼關係 之前也說過 批了PV-1 大家都不是看PV-1 所以短期就少些catalyst可以炒 還有它已經跟中芯制約合作 所以海外那邊發展 還未有剃頭 這是另外一個項目 梅峰已經不是十大持股 就算我不動 持倉比例都會動 因為它們有相對強弱 那些股票沒那麼強 其他股票強一點 就會有浮動 所以可能你看不到 第十一 第十二 所以有時候 又不要放得太大 如果我真的轉Mail 我在平時直播都會說 所以大家放心 阿LiQ 提一提 可能麥克風沒有電 也可能是 所以我們看看 夾住了件衣服 是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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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OK OK 影響大家也不太好 然後阿LiQ 補答了 阿富汗對市場有影響 大家就誠誤一下 很多責任 OK 希望現在解決到了 不好意思 多謝Charles 繼續留言支持我們 Canon Life 說Chinix 好像有少少轉了勢 現在剛開了 又夾了上去 可能就好些了 233198 會吃一半壺 其實我之前100元都沽過 是不是只剩198元 之前 應該是100元 OK 差不多阿LiQ 現在97元左右 那次我們沽過了 輕著開紅酒 OK 好 原來是剛才 剛才是我的問題 我做事 因為市場好像升上去 大家看看市場好過 不過 認真一點 AM那邊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今天暫時是這樣 多謝大家支持 過節升一點 大家去短炒一下 開心一點 好 看看樣貌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的提議 我們都會跟進一下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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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